好同学我们看一下关于头发的成语 使用正确的 A的话是形容老板 也就是上位者要徒补卧法 徒补卧法是周公的典故 所以就是有这个三顾茅庐 或是礼贤下士的意思 才能够罔罗这个天下最佳人才 好这个是对的 B的话呢我们讲贺法同言 贺法就是白法 所以这个是指说老人家老当义壮 就是白法但是有着这个年轻的这个样貌 叫贺法同言 有点像那个什么周伯通小神童 或什么那种这个那种南极先翁啊 这样子的就是老人家但是气色很好 所以不可以形容婴儿 不是形容婴儿的 C的话呢这个批法婴关 是指这个非常散乱的 头发就是乱七八糟 然后这个帽子没戴没戴好 所以这个是指非常匆忙 仓促之下的这个穿着 所以这个不是不中打扮 这个是没有打扮 那再来我们看诸选项这个成语叫 着法难数 着法难数跟庆竹难书 要一起去记都是用在负面的 都是指罪恶呢 多到数不清 庆竹难书 把南山的竹子都砍完 也写不进他的罪恶 好那头发拔光了 也数不完他的罪恶 所以偏向呢 形容负面的东西 多到写不完 好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用 用在正面或者是赞美的 好所以诸选项呢也不对 所以四个选项 我们把图补握法A选项找出来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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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